节目一开始来关注神舟12号的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13时34分 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14时10分许 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聂海胜刘伯明 汤鸿波安全顺利出舱 身体状况良好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总台记者王刚 第一时间独家专访了三名航天员 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返回舱的落点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 我们三位航天员已经出舱 在第一个出舱是我们的汤鸿波航天员 那么第二个出舱是我们的聂海胜 那么第三个出舱也就是刚刚40分钟 就在刚刚我们的刘伯明已经出舱了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医间医保人员 正在跟航天员进行对话 然后进行一些询问 那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三名航天员 他现在其实正在进行一个 重力再适应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 看要采访一下我们的三名航天员 你好三名航天员 欢迎你们回来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 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采访聂海胜 习主席在天地通话的时候 勉务力我们是中国航天站向上的无数的攀登者 奋斗者的代表 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和鼓舞 我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 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员来刷新记录 创造中国高度 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也将不如使命 不负重托 再立新功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 谢谢 好 谢谢您 我的第二个问题 想问我们的航天员刘伯明 您是我们中国首位在空间站执行出舱任务的航天员 那么也同时担任了我们的太空导游 那么此时此刻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的关心祝福 这个生日令我终身难忘 鱼肉浩瀚美丽 令人心持神往 再次飞上苍穹 在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进行太空漫步 是我的幸运 更是一种幸福 感谢所有科研工作者 是你们保驾护航 我们才能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感谢全国人民 有了你们大力的支持 我们才能建造更好的空间站 感谢习主席带领我们迈入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会继续务 我会继续努力 争取飞得更高 更远 更久 讲外太空 更美妙的体验和美丽的风景 带给一般华夏儿女 谢谢大家 也祝你生日快乐 那我的第三个问题 想问我们的航空员 汤红波 红波你好 欢迎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回来的感觉非常好 飞上太空的感觉真的好 这次我们三个月的太空之旅 完成了大量的空间站建造任务 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 在闲暇之余 也领略了太空的深邃和奇妙 我始终相信 只要努力奋斗 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此时此刻 我非常想念我的亲人 以及战友们 想对湖南老家的父母说一句 爹爹妈妈 我回来了 身体好 精神好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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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